嘿大家好 哦哈西姆好 嘿大家好 我尊號 那如果問我說啊 我目前潮期呢 最難守的是誰 我覺得第一名呢是木木啊 因為木木的移動速真的太快 而段位很多啊 今天呢居然遇到一個全服最強的木木啊 那我們就來看一下 遇到全服最強的木木 我們應該怎麼防守啊 那我每次遇到木木真的頭都很痛 比較還好的是啊 在這個場次啊 遇到木木的機會不多啊 所以呢我還是算能夠橫行啊 遇到木木基本上是五五開啦 我只能這樣講啊 反正就是他守不住的 我也守不住他的概念 好這拿到球直奔三分線 Fall three 平常啊在開場啊 大概一秒鐘的時候啊 就投出一個三分球 合情合理的事情啊 應該不用我再多跟你們講啊 好對方的木木啊 持續在盤球子啊 球傳到魚柱上面 再把球分出來 這時候木木本來想投啊 但可能發現我在前面不敢投 那時間還有八秒鐘 這個木木還在三分線閒晃 魚柱這時候拿到球會傳嗎 直接灌進去 不跟你演戲啊 這討厭演戲的傢伙直接灌了 好一開球呢 我現在拿到球之後 開始兩段 這個位置我已經發現了 很多人擠在這邊啊 你們要擠過來是不是 你們擠過來我就傳球啊 傳給皮塔之後 一個後仰空位出手 進有沒有看到 我們啊這個起手勢都一樣 但重點就是啊 讓對方完全不知道啊 你起手勢之後的動作是什麼啊 我的動作超多啊 那這個木木直接投三分 是怎麼樣想跟我尬三分 那我趕快守好這個木木啊 相當麻煩 櫻木呢沒想要這個籃板 魚柱這邊會直接灌嗎 木木這個位置 哎呀 我覺得我沒守到的問題就是啊 在木木移動的時候 我就按著釘防 我應該按著加速追過去啊 所以才導致這一球我直接漏掉 完全干擾不到 好我們看一下這個發球 這邊的話呢 我轉到這個時刻啊 我發現哎 沒有人跟上來 那你既然不跟上來 那我就直接轉到三分線去了啊 但很可惜這是個空位出手 居然沒進 而且我還有底線三分啊 居然沒進也蠻神奇的啊 那注意一下 這時候木木還要持球 我也站在湖頂位置 但你可以發現啊 我加速剛用掉 我一般跑步不按釘防啊 我也跟不到木木啊 那仙道的幫我補防呢 也為值一萬啊 這一球呢 又被木木投了個空位出手 我個人覺得啊 這個超期啊 要真的自己守木木太困難了 其實這跟機體有關係啊 比如說你看 你要花形呢去守仙道 也很難守 仙道輕而易舉啊 就可以拉開一個空位啊 那假設呢要補防的話 隊友就很有可能漏防 所以還是要靠自己看那邊自己守住木木 所以跟仙道在這一刻決定換防啊 那你看花形這邊正好面前後揚 全部嚴重干擾 當然可惜刺目魚住再搶下這個籃板 那這時候木木哇哦 又跑到一個空檔 表現的不錯啊木木 好我們來看一下下一球 下一球呢一樣啊 老位置啊從這裡起點 那這個時刻我已經發現 哎很多人都跟著我哦 所以呢我下一個動作一定是傳球啊 你們別想要在我身上啊 蓋我火鍋 這時候啊仙道一個漂亮的空檔 球進 空檔就是這樣造成的 其實我覺得啊也許守木木啊 乾脆不用盯防 應該直接用跳的 來看一下 馬上換防之後 起效果啦 仙道馬上請對方木木吃 我剛剛一直很想請他吃的麻辣谷啊 然後跑到這個位子的時候就感覺到啊 忽有龐人大戶拔山倒樹而來 蓋魚魚住也啊 這時候趕快把球傳給仙道 雖然他那邊啊沒有空位但是啊 還可以再重新組織一波 那他自己單吃吃掉了魚住 好現在球全轉換的回掉了對方的時候 上來看一下這個木木 哎呀直接讓我跳breaking啊 那趕快爬起身來找花星 還有剛剛沒有進攻啊 嚇死寶寶啊 那這邊受到干擾球彈了出來 很可惜呢球被花星拿走 但他沒有雙中鋒啊 那這個起碼射箭的沒有攔下來 有點可惜啊 打到現在啊還是相當的拉鋸啊 這邊兩段之後發現 哎仙道那邊有空哦 一個小人物走路上籃哇 成功的啊拿下兩分啊 這個突如其來的走路上籃啊 嚇到對方也嚇到我們了 好我這邊球呢 哎差一點就掉下來了 我這邊黏著花星 居然被投出一個空位啊真的是啊 下次啊看到那個木木啊 我要直接選長谷川啊不演戲啊 好我這邊跟皮塔執行一個戰術 大家看好這戰術叫做把球投進戰術 有沒有看到戰術一執行變之有沒有啊 好現在呢暫時領先三分而已 但是對方的木木還是有個大招 哎呦木木在三分線走一走去 我覺得有鬼啊這木木會不會想投三分啊 果然啊在這個時候啊木木已經起跳了 我覺得仙道啊差不多這個時候就要跳了 那那時候呢稍微晚一點點的球就被投出去了 算以仙道的天賦來講要蓋木木啊是輕而易舉啊 好了現在的分數呢又被追平了變成15比15 我這邊做了一個三段假動作之後哇 8五魚住直接打垮他們啊 現在球權回到對方手上啊相當難熟 趕快去啊手好花行啊 我這邊花行持球又又是一個起馬射箭7步矮子啊 這真的是啊 泯面人心啊 啊這一球呢又來到我舒服的位置 一個假動作之後兩段 這時候看到仙道又孤單一個人啊在那邊啊 那我只好啊 把球丟過去啊讓跟這個做伴啊 Wilson Wilson 哎呦進了對方又三條線 這個木木一定相當的生氣 好我們現在必須想辦法守住這一球 現在我直接黏著木木不管花形 那邊花形一個空檔仙道再去阻止他 球彈得出來漂亮還好沒有換防 這邊三分直接拔起木木看著我用眼神防守 居然彈得出來我這邊再起一個轉身 結果靠邊的嚇死了人緣 那我只好不必再放水了 你們看到仙道跟我一起做一樣的動作 好下一球換對方進攻 這個時候因為我們兩個我跟仙道站得很近 所以我們決定直接換防由我去守花形 那仙道去守木木 那這邊漂亮有沒有看到 我們這個換防奏效了 我現在是一個防守大漏洞 那我們現在必須抓緊磁雞 應該不會被蓋下來吧 嚇死寶寶 每次看到仙道往魚住身上砸的時候 臉上砸我都覺得魚住那個手會把球抓下來 好啦這個真正的不必再放水了 來啦這個我們剛剛都是模仿而已 我這個花形的躺更躺 目前還領先著兩分 不要給小櫻那應該是不太會被逆轉 我在三分線繼續遊蕩 再把球傳給仙道 在那邊沒有位置撞停之後 我走到三分線哎呀球掉了 我當下是很著急的想要出手啊 所以這個球就掉了 不過沒關係我們守住就好 應該把守住就好 這時候默默 就彈了出來還好還好 哎呀還好我自己有干擾到 我覺得乾脆去用跳的好了 不要在那邊盯防 那這邊仙道做兩段假動作 我記憶就站在三分線閒晃兩段之後 我靠魚豬過來三段晃回去 進 有沒有看到 我們稍微做一點變化 耍耍對方啊 雖然被干擾到 我覺得這球不夠完美 完美是要控擋出手 那這個木木來回滾動 球也被他投進了 但我們還是領先著兩分了 那我是不會用娘炮打法 在那邊轉圈圈一直傳球的 要打就直接給你打出來啊 我們是不會一直傳球的 有沒有看到 那我們的跑空位啊 找空檔啊 來啊 來啊來啊來啊 先到這邊做個假動作 進去單條嗎 哇 直接被barray 還好櫻木啊 搶到這個地板球 那這時候 哎呀漂亮 自剑投一個空位 好我們再看一次剛那一球 先到進去之後 騙騎柱大招把球分給我 馬上一個轉 十二十一個空位出手 進 哎呀這個 騙大招啊 真的是騙低好啊 差一點啊 這被抓走啊 我跟你講 我們啊就可能會平手要打加持賽 那木木應該是來決定放棄比賽 好 今天這部影片 我們就到此結束了 那我呢 終於啊 我覺得遇到啊 很難守的人 我覺得目前啊 我比較難守的就是 嗯 木木 真的木木很難守 我覺得第二難守的是 騰正的話我覺得還好 騰正就還好 呃 第二難守可能會是 猴子吧 猴子的這種中距離其實不難守 因為他後側變慢了嘛 但是最主要就是猴子很喜歡切掉籃下 他只要一切進去 那基本上就已經不干我事了 那就是籃下的這個球員 要幫忙要幫忙防守 因為 曹琪要蓋火鍋啊不是不行 但真的有點難 那所以呢 我蠻討厭對到這個木木啊 還有猴子的 那 如果呢 對方啊 下次再 我再遇到這種角色 我決定 然後直接拿長谷川出來蓋爆他們啊 因為啊 長谷川對到木木啊 是非常好蓋的 那像剛剛的仙道有沒有很多球都蓋到木木 但是我們曹琪就沒有這種技能 所以有點 有點麻煩呢 我覺得這是曹琪的一個漏洞啊 在面對到木木的時候 如果不換防的話 他就有點難 有點難守 我這整個就變成 你知道防守爛蘋果啊 那 再面對到那個 其實我講白面到清田啊 就算我用別的角色防守好了 啊 如果說硬要防的話 他還是會切進去 他如果要用什麼跳扣什麼 因為主要對線球員還是要防守他外側 後側步 然後追出去他的外線 那他如果馬上衝進去的話 其實是內部防守群要幫忙去做到一個 斜防 那這一場我只能說還好 我們的 這個皮塔 那個看對方出手的能力啊 相當的好啊 那火鍋店長啊 讓 不非浪得虛民啊 那個 關鍵的兩球 我覺得那兩球好像都有換成分數吧 對啊 都有轉換成分數 那你看像這一場我整個人防守方面啊 就是一個大漏洞啊 我花形也守不住啊 花形不後仰的話 我就很難守 可是 花形如果只能用騎馬射箭 相對於內線球員來講 也是比較好防守的 所以如果這一場的配置的話 我去守花形是最好的 因為 如果他只用後仰的 他如果不用後仰的話 我其實就算跟他的那個 跳投啊 那個 騎馬射箭啊 或者是 轉身拋 轉身拋比較難 但騎馬射箭要蓋比較簡單 所以假設 我一直逼著花形只用騎馬射箭 也是 算是另類的一個 防守方式啊 就讓他 用出一種我們比較好守 因為 比起後仰 後仰真的很難守 可是你看超級過去他就不敢後仰 好啦 我決定了在應該是來得及啦 現在 我目前的話是電堂 電堂 36顆星吧 應該來得及用超期啊 打上那個灌籃高手啊 這就很像一個企劃 用凡恩上S的感覺 那我就用超期啊 打上灌籃高手 但打上灌籃高手比較像近SS 好啦 我們下部影片見 拜拜